300多点的升幅,现在最新升367点,最近19389点 另外国企指数升191点,最近9527点 我想和Stanley先谈谈港股的表现 因为我知道你昨天和今早都在讲短期来讲 港股的目标是19500点 可以说今早已经是差5点,已经去到你的目标 我自己觉得你所说的目标已经去到 其实现在的市况你会怎样看呢 你说上半周的成交是否比较多一点呢 跟之前几天比例是多了 你今天早上都跟我们说要留意成交 你觉得上半周来说是否满意呢 基本上成交方面可以说是比较近日来计 是比较多一点 亦是不排除可能是一个半年结的因素 但有个因素都要留意的 就是今天较早的时间 基本上欧洲亦都传来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消息 因为欧云峰方面似乎都有些叫做 正面一些叫做公布 尤其是看回欧元区方面 都同意建立一个 统一监管银行的机构 亦都是为市场带来 比较好一点的消息之下 都令到港股 还有我想其他地区的股市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事实上你说到了191500 当然都初步到这个位置之后 其实你说反而在下午市 我仍然开始要留意 我觉得谈论一下 是否比较深深 最主要就是你见到 今早上升上来那一刻都几急 还有你看回形势 似乎 去到191500 就是刚刚这个位置之后 似乎都是受制着50天线的一个阻力位 而且我自己都觉得 如果说之前说的191500的水平 又收升到191500这些位置 其实我自己认为 一些半年纪的因素 都发得七一八八 还有今天的稍后的成交量 仍然都是维持4-500亿左右的水平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启示 所以如果你是初步看的话 我自己都觉得目标价 目标位我自己已经到了 你说在今天稍后的时间 不排除可能会回到193-194 这些科幅区间 可能做一些拉脚 好啊 看看半日抛空的情况 主力都是两只重磅蓝筹股 汇丰和中移动身上 汇丰抛空金額最多有2.6亿 占了总额13.1% 亦都占了自己的股份交易接近22% 其次就是941中移动 抛空金額有2.4亿 占了整个抛空金额 大约12% 自己的股份交易 更加有25% 那么多 为什么会是两只的重磅股呢 是否大家都看得 后市比较淡 谈论一下 始终是上半咒的情况 所以你说是否看探 全日过之后 沽空金額已定 但是你说看回当前 初步一些参考 你说沽空盘 比较集中在中移动和汇控身上的话 某程度上大家对后市的走势 都看得不太乐观 最主要大家都知道 如果推息恒指上高水平 基本上一定要靠中移和汇控 甚至是中移银行股所带动 所以如果你见到沽空量仍然是这么大 反而预视 似乎你说后市 有没有机会再试高位 我觉得暂时机会比较微一点 还有之前都不断提及到 本来你说恒指 去到191500 就是一个初步的目标之后 其实也预计7月份的走势 都是比较反复 其实191500 我都觉得是极短期的事 你说到7月份的时间 都真的要留意 内地方面会不会有一些 尤其公布 还有其中欧洲方面的情况 虽然你说欧盟峰会有些比较好的消息 传出来 但我自己也是有些保留 因为本来你说见到 今次欧盟峰会 都突然似乎 国家和国家之间 似乎都有比较多的矛盾存在着 所以似乎后市方面 我自己的看法都是比较审慎 所以如果本来是多货的话 我反而觉得这段时间 都可能是千零的减持 好,我们都顺便看看 主要蓝筹股现在最新股价是怎样 会方控股升6.5元 68.8元 升近接近1% 另外中国移动升1.5元 84.4元 升1.25元 中国银行升5元 升2.92元 工商银行升9元 升4.27元 另外建行升8元 升5.23元 都看另外几色的表现了 见到港交所方面 升接近3% 升110元 升3.1元 新鲜基地产升1.5元 做91.6元 长实升1.5元 做94.1元 而中人香港 做23.6元 升3.5元 另外中国人手 升3.4元 做19.66元 中海右 升3.5元 做15.2元 中石化 升1.4元 做6.8元 另外中国女业 升7元 做3.29元 而中国海外 升8元 做17.62元 腾讯控股升5.6元 做224.8元 也看了内地方面 最新表现 临近收市之前 不断冲高 下集回来 升值很持续 上证指数 现在升0.84% 做2214点 升18点 另外 湖深300指数 升1% 做2450点 升24点 另外 深证城市 升103点 做9487点 升幅同样 超过1% 内地股市 我认为 欧洲方面 传出来的好消息 基本上也是 特别留意 本身今天来计 似乎 虽然内地股市 都是升幅 但问题是 成交量方面 仍然是偏弱的 没错 因为只有600亿 倒污水平的位置 所以反映 虽然走体上 稍微 转为理想一点 特别是 上到2200点数 这些比较 比较关键的水平 但似乎 在成交量 显示增加之前 形势上 真的不是那么乐观 特别是 大家仍然会比较关注 内地方面 7月份的时间 有没有招数推出 特别是 例如 减减平均率 或者 有没有 资金经济的政策 可能会出台 这些反而大家会比较关注 我自己认为 在今年上半年 A股上市的公司 似乎盈利的情况 大部份 都可能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大家都会 寄望下半年 究竟有没有 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初步看 A股方面 都要留意一些 政策变形的情况 如果真的有 财政方面的措施 或者在科技政策上 有些变动的话 某程度上 对A股有利 但现阶段看的话 似乎 短期里面 要推升 A股上升 可能不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因素 都是留意 有没有减存 这个情况 好 我自己就希望 今天的低位 2188点 就是近期的低位 希望今天反转的势头 可以持续下去 好了 谢谢Stanley 我们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一会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我们直播节目 有什么想问 Stanley的话 快点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28046566 电人地址是 askbstranley.com 再看多次 恒指表现 升近是375点 19,400点 期指方面 升近426点 最近19,426点 高税近是22点 成交量暂时有 54,800多张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我们节目 不要恨客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